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在练习刀工之前 强烈建议大家再了解一下磨刀的重要性 因为所有的刀工都是建立在你拥有锋利刀刃的前提下 刀口不快 切东西形状难看不说 还非常容易伤到手 首先使用你的惯用手 食指和拇指作为握刀的平衡点 握在刀柄和刀身的交界处 后三指负责稳定 握住刀柄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发力的同时控制好刀刃的方向 原理类似于羽毛球拍的握法 这种握法基本上适用于90%的刀工 接下来要注意辅助手的姿势 以我的右手惯用手为例 左手的手指要做成爪的形状 手指尖往后收 用中指或者食指的第一个关节顶住刀刃的侧面 在切的同时 手指顶着刀身一起做平衡运动 这样就不用担心再切到手了 在掌握如何握刀和辅助手的基础上 多加练习两种最常用的切法 一种是跳切 另一种是炸切 最后我们再好好梳理一下各种刀工切出来的形状 一般根茎类的蔬菜我们都会先切长条 由粗到细分别是 长度一般在五厘米以上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长条切成小块 也就变成了 这几种蔬菜的类型 就是西厨烹饪里最常用的 此外还有一些蔬菜会用到特殊的形状 比如 Bimon Shred 以及让所有兰带学生头疼的Tornay 以上这些算是烹饪里基础中的基础了 没有什么太多难点 只要多加练习 很容易就掌握了 等你学会了这些基础 会发现这对以后学习新菜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带领你们更好的去了解西式烹饪 基础刀工的部分目前就是这些了 下期内容 我会开始给大家讲解酱汁的制作 有兴趣的朋友 请记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